这位站在雪上之巅的是个不要命的登山狂人 他要在7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征服地球上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 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要知道8000米以上的海拔被登山者称为死亡地带 各种恶劣气候如家常便饭般常见 寒气、强风以及会吃人的雪崩 更何况是连爬14座 截着日前有着登山教父之称的莱茵霍尔德 完成这项壮举足足花了16年 而最快的记录也要7年的时间 因此当来自尼泊尔的攀登者尼姆斯宣称 只用7个月爬完14座8000米高峰时 震惊了整个登山界 尼姆斯将登山任务分成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尼泊尔境内 他要成为历史上首位在春季登顶6座8000米高峰的登山者 第二阶段在巴基斯坦境内 届时他会登顶乔格里峰 一座只有幸运儿才能征服的山峰 第三阶段则在中国 连续攀登马纳斯鲁峰、卓奥友峰 以及世界最高山脉 喜马拉雅山 出发前尼姆斯组建了一支顶尖的登山者团队 跟他一起完成这项会载入十次的挑战 准备就去后 他们乘坐直升机出发 尼姆斯要征服的第一座山峰 是安纳布尔纳峰 海拔高达8091米 是著名的死亡峰 每三个攀登者就会有一人遇难 很快尼姆斯团队就领教到他的可怕之处 刚爬到一半就遭遇雪崩 跑在距离比较远才躲过一劫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每走一步都要用登山稿开路 后面的人则顺着固定好的绳索 缓慢地往前行 随着距离山顶越来越近 脚下的积雪也越来越厚 每一步都是寸步难行 这时有的队员已经萌身退役 而尼姆斯作为队长则不停鼓舞他们 团队再次出发 他们踩着雪地穿过云层 最终成功征服了这座海拔8000米的死亡山峰 看着眼前令人窒息的美景 那一瞬间之前所有的辛苦似乎都是值得的 第二天当几人回到营地 听到了一个坏消息 昨晚有个其他团队的登山者被困在山上 直升机紧急出发搜索 在海拔7500米的山坡上 发现了这位一息尚存的登山者 知道对方还活着 尼姆斯二话没说 加入了这次可能搭上性命的救援行动 直升机将他们放在海拔较低的山脊 然后爬到目标位置 接着将登山者包在睡袋里 拖回下山区 等回到营地时 当事人已经奄奄一息 这就是盘登高山的可怕之处 只要出一点小意外 就意味着断送性命 稍作休整之后 尼姆斯开始挑战剩下的高峰 有非常顺利的时候 登山队晚上9点出发 不到一天时间就能会当零绝顶 但也有令人绝望的时候 反尘时遇到受伤的登山者 这次没那么幸运 尼姆斯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 在自己壁弯中死去 到目前为止 尼姆斯已经登顶了三座雪山 为了加快进度 他临时改变计划 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在48小时内爬完三座八千米大山 其中就包括世界第一高峰 珠穆朗玛峰 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登山挑战 在48小时内 登顶三座海拔八千米以上的高峰 包括骆子峰 马卡鲁峰 以及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 为了完成这项极限挑战 登山队放弃一切多余的休息时间 连夜进行赶路 一路上共有400名登山者 在另外400名夏尔巴人的带领下 向山顶进发 成功在日出前登顶珠峰 下山路上 登山狂人尼姆斯用相机拍下了这壮观的一幕 最终在48小时内 又接连征服了海拔八千五百一十六米的骆子峰 以及海拔八千四百六十三米的马卡鲁峰 创下了新的世界记录 尼姆斯随后将这个过程传到社交网络上 很快在全球传播开来 登上纽约时报的头条 各家媒体争相报道 他成为了登山界最炙手可热的星星 尼姆斯把这一喜讯告诉家人 而母亲却因为担心他的安危 默默擦拭着眼泪 哥哥则跟他大吵一架 认为他不务正业 好好工作不干 非要去雪山上送死 为了这次登山挑战 他自断前途 堵上了所有 原来在成为登山者之前 尼姆斯凭借出色的身体素质 已经成为史上第一位入选英国特种部队的库尔喀人 只要服役期满 就可以领取高额的退休金 但在一次任务中 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之后尼姆斯便做出决定 要把有限的时间 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于是他提前退役 全职登山 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 为了筹备经费 他四处奔走 到处演讲拉赞助 可回应者却寥寥无几 所有人都觉得他的计划太疯狂 根本不可能实现 即便如此 他还是没有放弃 最后尼姆斯将自己的婚房 二次抵押了出去 在大山面前 尼姆斯的特种生涯 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帮助 因为在八千米的高海拔地区 含氧量少得可怜 无论是谁 都会面临缺氧的问题 尼姆斯就曾出现过 高海拔脑水肿的情况 当时情况十分危急 他甚至出现了高原幻觉 看见一个雪人朝他招手 差点就回不来了 虽然家人极力反对他继续爬山 但征服14座八千米高峰 向世界展现人类极限 已经成为尼姆斯的毕生梦想 他要向世界证明 在这个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国度 不只有被俘 还有世界最顶级的登山者 正是凭借这股信念 尼姆斯决定再次踏上真城 这回他和团队来到巴基斯坦境内 这里分布着五座 世界上最难攀爬的八千米主峰 他们分别是 有着杀人峰之称的南加帕尔巴特峰 光听名字就知道 他已经夺走了太多的生命 接下来就是 加苏尔布鲁姆一峰和二峰 以及布鲁阿特峰 最后是登山界最难攀爬的乔格里峰 因此这一次登山 他需要格外的小心谨慎 众人只得借助登山梯的帮助 才能勉强的往上爬 经过一般努力后 他们成功登上山顶 而在下山时却突发意外 尼姆斯不慎跌倒 足足滚下一百多米 在关键时刻抓住了一根登山绳 才勉强保住一命 但这并没有吓到尼姆斯 第二天他又陆续征服了另外两座主峰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 就只剩下布洛阿特峰和乔格里峰了 就在他们准备继续完成目标时 意外再次来临 一座巨大的冰川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悬挂在半山腰的巨大冰川 随时会有滑落的风险 届时一场浩大的雪崩不可避免 而位于下面的登山营地 很可能直接被他吞没 现在最明智的办法就是马上离开 等来年再战 但尼姆斯思考再三后 还是决定留下来 毕竟现在距离完成他的疯狂计划 就差这一步之遥 尼姆斯系好登山鞋 戴好防护面罩 开启了新的挑战 遇到陡峭的崖壁 他们就趴在绳索上休息 然后再继续前进 遇到厚重的积雪 他们就用登山稿开路 哪怕前方险阻 他们还是排除万难 最终完成了登顶 在短暂的庆祝过后 他们又花了36个小时 征服了布鲁阿特风 至此 巴基斯坦境内 五座最难攀爬的巴剑米主风 全部被他们一一征服 而且只用了不到23天时间 这让一向沉稳的尼姆斯 走路都开始不自觉飘了 可就在这时 噩耗传来 母亲因心脏病复发 住进了医院 姐姐告诉尼姆斯 母亲康复的几率基本为零 这让他陷入到深深的自责中 如果母亲再不好转 他很可能会终止这次计划 一周后 病情稍微好转的母亲 鼓励儿子坚持完成自己的梦想 可就在这时 又传来了两个坏消息 出于安全考虑 中国驳回了他们攀登 西夏邦马峰的请求 同时 卓奥友风也将在下周关闭 他现在必须尽快动身起来 来不及休息 他便朝着卓奥友风 和马纳斯鲁峰山顶爬去 顺利登顶后 现在距离他完成最终目标 就只差一座西夏邦马峰了 为了获得登山许可 尼姆斯不停地拜访当地有名望的人 希望借助他们的影响力 帮自己一把 同时在网上发文 寻求网友帮助 很快就获得全球各地网友支持 最终在国际友人的帮助下 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通行证 但想要征服西夏邦马峰 又谈何容易 自从2014年以来 就再也没有人成功登顶 因为山上的气候变化多端 邻东的寒风会遮挡住登山者的视线 时不时发生的雪崩 更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障碍 好在尼姆斯克服万难 凭借顽强的意志 最终带领队伍征服了这座雪山 登顶后 他接通了无线电 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母亲 这些天的努力 他不仅完成了连续征服 14座8000米高峰的计划 而且比预想的7个月时间 提前了将近一个月 直接打破6项世界登山记录 而面对外界各种赞扬 尼姆斯却表示 这仅仅只是开始 接下来他还会有更宏伟的目标 相信不久的将来 这位创造过奇迹的男人 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奇迹 这部纪录片名叫 征服14座高峰 凡事皆可能 可能很多人曾经都有过这么一个疑问 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去登山 到底图啥 即使爬上去了 也不就拍几张照片视频 发朋友圈打个卡吗 有必要这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